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难了 你们看一下 我们同样还是演示这些数据 数据没什么好说的 就182函35列是吧 我们就是要创造需求 来把这些代码给用上去 第一个是准者表达设 这个可以用 最简单的是grip 假如你们有一个文件 我们通常会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 test的是吧 我们到这个地方 到几个设表里面可以进去 我们可以grip 刚才我们这个whoax s 是吧 这个sra什么run table.trt 是吧 可以grip出来有80 应该是有多少列呢 在这里它为什么只有一列 是因为它把这个换行符 没有计算进去 是吧 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那一个其实有点类似于匹配 我们用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用了一个等于号的模式来匹配 这个就是全匹配了 其实通胀经码下我们会用一个代码的模式来匹配 是什么代码呢 我们叫grip 跟在linic上是一样的吧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 因为你学二元的那些人 他长大的时候 他学的是linic上的 包括你后面开发语言 他又看了这二元 所以没有什么是 就是说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色 因为都是继承别人的思想 包括你们后面做差异东西 你会发现到所有的包本质上和理码包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只不过函数名字变了而已 从他不管是从参数的结果还是从什么input 什么各种东西都一样的 我们grip有几种方式 首先我们可以grip 肯定要grip一个东西 比如说叫whole xs 在他的第一列里面grip 是吧 他会返回 这返回的是什么 含号就是有哪一些含 他们有whole xs是吧 那么grip前面加个l 返回的是true force 是吧 就是说是否有 那这些函数是背下来的 这个都可以用来去做 刚才我们这一个提取 我们把这个代码扩充一下 第一个whole xs可以等于这个gripL 是吧 gripL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刚才已经给大家测试过了 所以这个whole xs也是94含 第二个我们再给你测试一下 是这个grip grip这个本身 它返回的是含号 也没有问题是吧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它 是吧 然后上面的这一个 返回的是true force 它等价于下面这一个 那下面这两个 我们再位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两个等价 这两个等价 然后整四个合起来又等价 我说的等价只是他们返回的结果不一样 输入同归 你想做一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方法 正值表达式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讲一下制服创的其他操作 因为这个是跟这个 跟这个正值表达式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知识点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发现它的这个 我们发现我们想要它到底是101BP还是51BP是吧 我们就可能需要取把逗号前面的删掉 51BP后面的删掉 这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就只针对这一面 这一面我们假装可以先把它复制给一个temp temp等于a的一个多了叫library是吧 现在temp就是这样一些 这些字幕创变量是吧 我们来对它进行操作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逗号把它分割成两面是吧 这时候有很多办法 你们可以用一个自有的 你们可以用二元你们自带的函数叫 Street 它就是通过一个x 通过一个Street 来把它做一个东西 x就是我们的变量 我们的变量是什么 是这个temp 我们要对temp进行Street 用什么来Street Street里面一定是英文 切割是吧 用什么切割 逗号是吧 然后就把它切割了 看到没有 切割之后就变成一个list了 这个就叫list 前面我们为什么没有讲 因为我们读一个文件 就是读不了x的了 list它是一个很难存在 比较于正常文本里面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种数据结构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元 第181个元素 每个元素下面都有一个 一个向量 一个向量又有两个元素 这就叫list 一层一层的东西就叫list 是吧 那么要取这个list的 第一个元素该怎么取 用两个括号看到没有 之前我们用一个括号 取它的第一个元素 这是第一个元素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括号会怎样 一个括号取出来的还是一个list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们仔细看一下 第一下面这个取的是个list 它有一个元素 上面这个取的是list的第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就是一个向量了 明白没有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两个大括号 取出来的就是它的元素了 一个大括号 如果一个中括号取的是它的纸list 就list的纸集 它还是个list 好 我们现在这样取是不行的 我们还要 我们要对它取的是 它的第一个元素的第二个元素 才能取掉这个10BP是吧 我们最后只要得到101BP这样的东西 前后的东西都不想要吗 是吧 我们 我们总不能这么一直修改这个吧 再修改第二个 再修改第三个 再修改到第多少个 第182个 这没有意义是吧 稍微会写代码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是吧 那我们肯定需要引入一个叫循环的概念 是吧 为什么前面我们没有循环呢 前面我们这个是 temp比如说等于等于3 等于等于2 全是force 一下子就操作这122个元素是吧 现在我们没办法操作 因为它不是一个限量 它不是一个限量 我们就不能够直接这么 直接对这个返回的这个东西取第二个元素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就叫做LLPlan 它就是对一个list 去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翻个形 这是要引入一个概念 这个东西你要背下来 这个结构是背下来的 LLPlan就是这么做的 它做了什么呢 它对一个list 每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它就对它进行做一件事情 这里面的元素就用x表示了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x现在是什么 我们可以cut一下这个x 我们会把这每个元素都打一下 好 cat看到没有 返回到这个值 这个返回是个list 我们就把它叫L 好不好 这个L就是一个list 看到了没有 我们不对L做这么多事情 我们取L的前两个元素 比如说1到4 取前4个元素 L刚才是有182个元素是吧 现在我只取它的两4个元素 我对这4个元素做操作 做了什么操作呢 就是对它每个元素都做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我们不叫开头 我们叫Lens Lens就是取它有第几个 可以看到每一个元素都是all 对吧 每一个元素下面都是一个 有两个元素的限量 所以它返回是一定是all 那么既然我们可以这样返回 我们是不是可以取 x的第二个元素 这时候Lens就不能用了 x现在是一个限量嘛 取它的第二个元素 我们是不是就返回到这个值了 看到没有 你们有没有理解这个在做什么 就是对一个list循环 如果你们不能理解这个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for循环你们应该有所了解吧 for x in L 做什么呢 比如说cat一下它的x的第二个元素 是吧 会怎样呢 是吧 第二个元素都放到这里了 因为这个cat是没有加 我看一下print会不会默认加一个空格键 好像会加是吧 我们还是catL的1到4吧 你们不要这样写代码 把这个L跟i1好像分的不是太清楚是吧 我们对第四个元素都取它的第二个元素 你们能看懂这一个for吗 就是对每一个元素做一件事情 这个元素就会在循环的过程中就会被复制给这个x了 这个x就是它的元素 你可以想象成x等于L的第一个元素 是吧 那我们print这个x的2是什么 101BP是吧 那么x等于它的第二个元素呢 第三个元素 51BP 第四个元素是吧 第三个元素 就是你通过这种x每次都等于它的一个 这个list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 来对它进行循环 这个循环的实现方式就是上面这个for 你们能看懂这个for没有见的 能理解吗 能不能理解这个for在做的吗 就是进入到这个list的每一个元素 每进入一次都把这个元素复制给这个x 对这个x来做事情 对这个for循环的目的 for循环就可以简称用lfline来做 后面我会专门讲这个lfline 现在我们只是来让你们理解一下 我们把刚才的重点给搞错了 我们重点是要得到那个 这一列是吧 我们还是用strain-split strain-split 这个a的第一 library这一列 按照逗号分割是吧 按照逗号分割之后 我们要对它取它的第二个元素 可以用lfline的这个方形 x的x的第二个元素 是吧 对这个还是一个list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给unlist一下 这样就变成一个取出来这一列是吧 但是这个还不够 你没发现还要继续根据空格来分割 所以这个代码就写的特别的长 特别的丑 特别的麻烦 其实应该有很简单的办法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首先 我第一步做 我第一步做了这个是吧 看它是个什么 第二步又做这个 第三步又做这个 你不停的往外面包裹这一个括号是吧 有一个叫做管道的命令 我们在linux里面不是有管道吗 我们grip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管道 看到没有 我不需要把它给先输出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文件叫wxs.txt 然后再对这个wxs来进行计数 没有必要是吧 这样的代码就写长了 还产生一些中间文件 那么管道就能够帮你解决这样的事情 管道我们先不讲 我们先讲后面的 分裂你们已经知道了 是吧 就通过strand split 根据那个 字符创 根据你要的东西来分裂 分好之后 匹配和替换 这个是substrand里面的一个东西 应该就是sub 比如说刚才我们得到这个pe 我们叫temp吧 我们想把这个pe里面 现在temp是这个变量 把pe替换一下 应该是用sub一个什么东西 把pe替换成空格 这样就简单了 是不是现在只剩下101bp了 刚才我们本来准备怎么做的 我们准备按到空格再来切分的是吧 但是现在sub也可以做到 看到没有 还是我前面说了一句话 不管是linics还是r还是python 所有的语言 它们都是输入同归的 你只需要学 你把linics学到极致 R语言甚至也可以不要 但是能把linics学到替代R语言的水平 可能全中国都没有多少个 R语言学到极致 你可以不用python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因为它们两个完全就是一样的语言 然后缺失值插补不用管 这是匹配和替换 去虫和排序 去虫的话就是用unic了 sub之后我们unic一下 sub之后产生这个是吧 unic 现在只剩下75bp 51bp 300bp 是吧 排序就是sort了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很简单的 然后困制流循环和判断 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下 是吧 循环就是不停的取它的每个元素 来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变量基础讲究过了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upply upply这个就非常的需要理解了 在R语言里面它很重要 它可以基本上可以省略到所有的循环了 但是你要通过循环来理解upply 比如说刚才我直接给你讲upply 你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干嘛 但是讲个货群的话 你们都学过计算机c语言 是吧 学过c语言 那你知道困制流了 至少有一点点印象嘛 好 那这些讲究先到这里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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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